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iMyPhone台湾频道 iPhone发布至今已经推出了多个型号 iPhone萤幕锁定方式也一直在更新 从最初的iPhone 4系列的滑动解锁 到达有Touch ID的iPhone按钮 按下主画面按钮来解锁 再到现在最新的iPhone 15的Face ID解锁 直接进入 但无论哪种情况 你都可能会遇到需要进行 iPhone萤幕锁定解除的情况 今天的影片将针对不同的机型和iOS版本 介绍iPhone取消密码锁定的方法 并且提供一种快速方法 让你在无法使用或忘记密码时 快速将iPhone萤幕锁定解除 把iPhone解锁主画面设定 更改成你所想要的iPhone锁定萤幕设定 正如前面所讲 iPhone解锁主画面多种多样 你可以在设定更改iPhone锁屏设定 或者在iPhone取消萤幕锁定 对于iOS10以上装置 虽然无法进行iPhone滑动解锁 但可以设定为Touch ID解锁 按照以下步骤 关闭主画面按钮 进入iPhone设定 辅助使用 选择主画面按钮 打开轻触按钮来打开 如果你想要在苹果手机取消密码 无需任何iPhone锁屏设定 即可打开主画面 可以根据以下步骤 将带有Touch ID或Face ID的iPhone萤幕锁定解除 关闭Touch ID的iPhone解锁方式 对于iPhone 8或更老的机型 进入设定Touch ID与密码 输入4-6位数的密码继续 然后在Touch ID用余部分看到解锁iPhone 关闭解锁iPhone 带有Face ID的iPhone取消萤幕锁定密码 对于iPhone 11及以上机型 前往iPhone设定 点选Face ID与密码 输入当前密码 在将Face ID用余的选项中 关闭解锁iPhone 旧手机很久没用 忘记了密码的iPhone如何解除荧幕锁定呢 使用iPhone Logo Viper iPhone密码解锁器 是最高效且经过验证的 iPhone萤幕锁定解除的有效方法 可以帮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 快速取消荧幕锁定密码 首先点击描述中的连结 下载并安装iPhone Logo Viper 选择解除荧幕密码锁模式 按开始 并将荧幕锁定iPhone装置连接到电脑 按照界面提示 软体会自动侦测你的装置 并下载对应版本的韧体包 韧体包下载并解压缩完成后 点击开始解锁 等待Logo Viper将iPhone解锁 几分钟后 装置将自动重启 iPhone萤幕锁定解除就成功了 使用iPhone Logo Viper 就能在没有密码或iTunes的情况下 轻松将iPhone取消密码锁定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最后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也随时分享更多iOS解锁相关小技巧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我交流哦 我也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拜拜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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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